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出唱片 没有 都是瞎玩 瞎玩 瞎玩 你瞎玩就玩了我一辈子都玩不完 你看人家八年后给他们带来点春风 还特意给我们节目买了个这个 不是特意 不是 这真是仨轮 我们三人行吗 就三个人在这转轮的 听人 何岛 我知道你对八年后的情有独钟 是吧 你面对这一代人 你有什么想跟他们聊的 其实我有点不能说都了解 有点了解 但是我就觉得 我喜欢这个八年后这批孩子 喜欢 你喜欢他们 因为我觉得他们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有太多的社会性 我们的生活中 就他们更自我 就更接近人 他们做任何事情 他们是自己愿意做的 他们有兴趣 我们有时候做事 是什么呢 是觉得 就从小的那个训练 就社会需要你做这个事情 或者说是过去文革的时候 就党需要你做这个事情 或者你要为社会主义做什么事情 就受这样的训练 所以就变得这种训练 你就变得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先要问自己说 我做这件事情的社会的意义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 没有责任 说话听音 挺会 不是 今天这格局挺有意思 他是50后 我是60后 你是80后 咱们这个真是三代同堂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 也挺奇怪的 其实那个 我不知道 就是我身上的环境 我觉得从小到大 其实也受很多限制 比如说上小学 然后初中高中 然后特别是我 因为上的是一个重点高中 其实那段时间就特别特别压抑 我也是重点高中 就是 就是面对很多 就是别人强加给你的东西 反而你不会主动的去想 我有什么责任 有的时候就是 所以分化很严重 有一部分孩子就跳出来了 就特叛逆 说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然后可能有一部分就 一直就特别弱了 就一直那个待着 你不推我 我也不动 就是说你的很多朋友 其实像我们这5060 你都有交往 我想知道 你对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人 是个什么印象 交往起来 我觉得人还是 比如说按这个年代划分 好像太绝对了一些 可能还是看个人吧 然后我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60年代的朋友 可能玩的比那个80年代的 还要猛 然后做起事来 更加不管不顾 我觉得还是看个人 对 这个能认识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挺深的 就是说人不是一波一波的 人都是一个一个 所以我老觉得 现在有些话题 我没法进入 就是因为我实在脑子里缺乏感觉 他们喜欢集体化的说 你们50后的 60后的 90后的 80后 我怎么觉得 我脑子里都是一个一个的 个体 对 有些80后的 我觉得可比50后的老多了 就是少年老成 整天跟个小老头似的 真是 是吧 而且我觉得这个 就像你看中医跟西医一样 我就特别不喜欢看西医 就因为他对每个人 就是同样的这样一套方式 其实比如说看中医 中医就会告诉你 就每一种病 或者说每一种现象 在每个个体身上也是不同的 我觉得所以 其实中国就更加以人为本 所以田园啊 还给我们写了一个 他的一些感想 我觉得挺有意思 你先说说你这个生活的状态 就是你们现在 不管是做音乐 还是做电影 还是什么接受各种各样的文化 是不是有一个选择的困难 对 因为资讯太多了 太丰富了 就是所有的东西 就是有了 特别是有了网络之后 就好多东西你得到就特别容易 而且也很便宜 比如说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听音乐的 那个时候啊 就是一张一张的CD 然后那个要攒一段时间钱 然后再去买下一批CD 然后可能一张长编 你就会听得特别特别用心 听很长时间 可能影响你很长时间 但是现在比如说那个 有了网络之后 你拖得它太容易了 可能那个三天两头 就可以下好几个G 他说他现在屋里 三个电脑是吗 为什么三个电脑 就有一个电脑 是那个长期开机 就是下载 然后那个就是中什么毒也不怕 那个就一直开始下 然后有一个呢 就是会有一些作用 比如说收一收邮件啊 然后那个干一点正事 还有一个我就留着 比如说有时候我要自己修照片 就要求那个电脑干净一点 然后那个程序少一点 能跑得快一点 你在这电脑前 每天要待多长时间 我觉得看情况吧 比如说那个要真的 每天都有很多事 那也不可能待 但是比如说我要是没什么事 然后在家里 就基本上24小时开机 你问你有没有就是一段时间 很干净的 我不接触这东西 有 其实那个特别好 比如说要是拍戏的话 我就 就没有时间接触 对 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个网络 对他们80后是一个太重要的一个环境了 生活的环境 情感的环境 一个存在的价值的环境 因为出去 你出去去玩去 不一定能够有很多朋友 都能碰到 但是你到网络上 你在一两分钟之内 你突然发现所有朋友都在 所以你特别容易 马上就找到那个位置 你的那个存在的位置和价值 然后一聊 你的那个所有的东西 它就贯穿在这里面 随时伴随他们生命的 但是就有了他这种感觉 就是什么东西现在觉得得到的太便宜了 而且很廉价 比如说你要出去跟人聊天 要选一个地方吧 然后我们要那个买东西要消费 然后才能在一起有一个环境聊天 但是我在网上 我开机我不需要任何费用啊 那我就可以遇见很多很多的人 我可以聊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就是正是也是因为廉价 就是省去了好多这个 走到一起聊天中间的过程 就反而失去了好多东西 社交的成本 因为社交是有成本的 你在网上你可以跟完全不认识的人 就可以聊得很开心 不像你们 但是你要到一个酒吧里 你跟一个不认识的人拍机门 说咱俩聊会儿 怎么开口 所以说在8090后的 人家这个网上生活 也有个现实的原因 人家是生活中的弱势群体 哪有那么多钱 像你们50后的泡酒吧 但人肯定是要宰 只要是社会上有的 一定会宰他所最喜欢的 和最适应的那个环境里去生存 这是肯定的 我是见过这家伙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脑子乱不乱呢 我就是像他们这样的小女孩 在网上同时跟八个人聊天 呼噜一会又说 这一个四川的朋友又出来了 一个黑龙江的朋友又出来了 哎呦 这在 他在家里这还好呢 有那个十几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泡在网吧里 在那里吃方便面 一天两顿方便面 我还见过这种 我有一次就是在外地嘛 然后我必须要发邮件 去一个网吧 然后那个就看到旁边 这么小的小孩 那个电脑桌还那个 就比他们还就稍高一点 那种 就踮起来叫 在那儿玩CS 特别特别恐怖 然后就是叫得特别厉害 哎呀过了 你赶紧上 就是连在一起连网玩的嘛 就那种扒在电脑上 所以国家有见于此啊 就防沉迷的条例出来了 最多只准玩三小时 要不就算沉迷了 未成年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最近呢 他说这事 我也是想啊 就是 你知道我老是怀疑 我自己的这个正确性 你知道吗 就是你比如说说网游 现在什么防沉迷啊 孩子们多担心呢 但是现在的一些资料 让我觉得呢 也有可能啊 咱们是太着急了 他可能将来啊 就是这样 会不会就是 很大一部分生活 是生活在网上 而且呢 你比如即便说这个网游 现在人说说金钱万能 那里边完全靠钱的 价值观的问题吗 是吧 社会的反应吗 社会的反应 还什么打打杀杀 可是你会看到呢 现在的这个网游一出来 这新闻发布会 使劲宅就是宅清楚 比如说我们设了门槛了啊 我们这不是费成年人 游戏我们这成年游戏 而且呢 我说是牛的尸体 太血腥了 我们把那动物尸体都拿掉了 而且呢 甚至 甚至我还听说有一个游戏 现在设计叫云 就是说 他呀 不是那个打打杀杀的 他甚至于 让你得到一种宁静 祥和的享受 就是说一个可能是一个人物吧 我弄不太清 他在白云之间穿行 你玩这个 我觉得跟练瑜伽的感觉也差不多 练新的 甚至于现在还有这个网游设计师开始提出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这游戏里能不能模拟慈悲 模拟爱情 模拟就很多情感的东西 就是你不老说我们残酷暴力金钱吗 所以我就觉得会不会像你们电影似的 他最早出现的时候不也是杂耍吗 但是慢慢的你大行其道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自我纠偏 自我调整 他未然成一个多元的世界 有没有这么一可能 我觉得一定会是这样 因为什么呢 这个新的技术和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平台 一旦建立起来 靠政府行政命令 法律是不能够阻挡技术的发展 和人要在新的技术上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互动的自由 这个是控制不了的 你像你说玩游戏不好 那天我又看一个西方的研究 说是对他的势力有好处 训练他能够敏锐的捕捉目标 我跟你说这一点 我在我小侄子身上感觉的太深了 我开车在马路上 我小侄子除了游戏不知道有别的 但是我就发现他对所有的移动目标 看的比如哪一红灯亮了 啪一下他就注意了 一个人走过去 他比我敏锐多了 而且现在你想想 这个现在电脑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就是将来的电子游戏 包括我们去上网 就是用你的视线 视线就是鼠标 你说我把它放到蓝的那边去 你就一看那蓝的就红的趴跑蓝的那边去 你想你到这样一个科技世界里面 你能不疯狂吗 那你展望他说这未来觉得你们前途一片光明吗 我觉得挺可怕的 挺可怕的 对因为我觉得电影还不一样 它只不过就给你多了一种选择 但是这个网络它其实有挺强的这个入侵性 因为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到处都是网络 就有了手机 然后手机也能上网 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我们周围就全部都是网络 它不单是给你一种多的生活的选择 它是植入了你的生活 就是它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 对 因为 你说说你的生活方式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啊 我觉得我现在属于那个比较怀旧的 我有时候还那个往回倒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虽然 我们就希望80后多出你这样的人 比如说我现在在做新的唱片呢 我就是反而不想用这个软件 就有一段时间特别迷恋 然后老对着电脑 然后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软件 或者说然后再有一些外接的设备 就去做各种音色呀 就钻到里边去 现在反而是找那些特别老的 可能60年代70年代的合成器呀 然后那些模拟器 然后再把那些东西找回来 你会发现就是这些高科技 它给了你很多这种幻觉 但是你回归到音乐的本质 其实可能还是和声和旋律 就这些东西它是最基础的 我觉得电影也是 就像前一段时间 我跟那个又跟我第一部那个电影的导演 我们合作一个短片 就是拿那个超八毫米的那个机器去拍 我觉得可能好多人也意识到 失去了很多生活的乐趣 就也开始往回刀 然后找一些老的东西 那个已经成奢侈品了 老东西成奢侈品 特别奢侈 他现在都能认识到这个反普归真 我觉得人的本性里有一条 让我对所有的事情我都能看出 它肯定结局是无常 你说不准的 比如说你预言未来是什么世界 我都不相信这些预言 因为人的本性里有一个叫喜新厌旧 什么东西 它到了极点 它就物极必反 你看它才这么小 它就会感觉到 要寻找一些过去的老的东西 它就能想到这种 因为时尚也好 审美也好 它也都是在一种循环 就是当新的 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个老的又变成新的 它也是这样 对 所以咱们再说说你这本书 就是说你这书里写的是你的高中 不是我的 反正就是是我那个虚告出来的人物的高中生活 我怎么一翻就翻到应该是这个月的月经来了 戴卫生巾了吗 会翻啊 真是我怎么这么会翻书 连这个都写啊 你这么小小年纪 没有 这很正常嘛 而且那个就对女孩子那个来说很重要的 就是那个就是因为这我记得特别恐怖的是那个当时在班上就是初中或甚至是小学的时候 那个男孩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找那个女孩的灰神经 是吗 我记得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要不说我也不是说说女生什么的 反正就是说往往的女生宿舍的那个窗户后头那个山坡上 哎呦你去看一大堆都是那个那个那个东西 你知道我们学校附近有个湖啊 就是有一个那个男同学 我现在印象特别深距离我十几米远哈 然后说文童你看我扎个猛子给你看 哗家扎进去最后扎到我面前 蹭家一抬起来 这挂着个月经带 那个湖水太脏了 就那种老式的那种 当小女孩的聊天很不好 哎 但是我是说你在这个书里好像谈到 就是高中是你挺糟糕的一段时期 挺糟糕的啊 怎么会有这个 我觉得就是当时我们全班同学就整个学校的气氛都特别不好 因为是那个所谓的重点高中 每天早上七点一课开始上课 你五点多钟就得起床吧 然后去学校 还有好多同学就为了上那个好的中学 就住特别远 还要往这边奔 就是然后晚上八点八点一课才下晚自习 基本上十几个钟头都在学校 然后那个所有人告诉你 就是你必须要上一个好的大学 然后每天就每一周都有那个周练 我们叫周练就是考试 然后每次周练就要那个全年级排名 就是各种 你每天就是考试 然后做练习题 然后你就觉得生活没什么希望 最近 你看我们节目里 我发现连续有好几位嘉宾 就是什么五零后六零后的 他开始咒骂老师 尤其是高中老师 一般就感觉我今天为什么这么痛苦 我今天为什么这么变态 都是那个时候老师造成的 我觉得倒不是一个老师 我觉得是整个环境 怎么讲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物理老师 就还属于那个十个老师里边 那个比较愤世忌俗的一个 然后他就说 我跟你们说 现在那个你们做的习题 就是怎么回事 就一个人出一道题吧 他就藏了一根修花针 在一个大操场 然后要你去找 你找不着他就高兴了 这就是现在练习棋 那个老师当时就这么跟我们说 就确实有挺多问题的 我觉得当时那个我们班上吧 有大概二十多个人就全去国外了 走了三分之一 就因为受不了高考 然后就算家里没有钱 也借钱 然后出国 什么新西兰 澳大利亚 加拿大都走了 老师对学生还是有虐待的乐趣 我觉得老师有时候反过来想 也挺痛苦的 因为他们也压力很大 因为我当然是50后的 我那时候基本从小学到高中毕业 都是文化大革命 我小学二年级开始文革 到我高中毕业 都是文革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老师给我的印象就不好 是吗 我就觉得就是用各种方法 就是要灭 所以最后我就不上学了 我发现你们都挺有个性的 所以我就从上初中 我就记着前两节课 我根本没上过 我都十点多钟才到学校 上两节课就下学了 而且感觉这不上课的 到后来都成才了 是吧 因为你不上课 因为你也没有别的 你还是要打发时间 对吧 其实我就等于是 在家里可以学我愿意干的事情 你不是学绘画 是吧 学点音乐 是吧 然后大量的看书 这就成了我的整个的中学生活 所以可能不是老师的问题 它是一个教育整个这个教育体制造成的孩子会有这种 因为文革的时候的教育还跟现在不一样 文革的时候不行就拉到全年级就批判会啊 文革的嘛 那当然了你不对了就批判你啊 给你每个人拿毛指语录一个人给你找一段围圈给你念啊 这我还没遭遇过 我就记得你 就我的生活 他肯定今日就陌生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 整天不上课去游行 所以我最爱游行 我妈跟我说是这样的 对 学工学农 对 为什么我声音好啊 老师老让我零喊 我这什么反击游行方案风 那个时候我天天干这个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他说这高中啊 也勾起我的回忆 我爸给我留着我那高中时候一些日记 我就发现那个时候的 就你今天看起来那不是你 就是跟你记忆中的那个完全错了 而且好多心里啊 特别有意思 我记得我那天看一段就说 我跟我一个女同桌啊 然后这个 你看那个时候 女孩子实际早熟 女孩子容易喜欢男孩子 但是男孩子呢 还得表现的讨厌女的 女孩子给我写个小纸条 我脑子里记忆 当年我早恋是我追她 后来我一看不是 她先给我写的小纸条 说咱们能交个朋友吗 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 男孩子心里很有意思 那种虚荣啊 我跟他回的就是 多少同班女同学 都给我写这纸条 我才看不上你呢 很奇怪 那个时候的箱吧 我就有时候看我那个 听我第一张唱片 我觉得 也是谁做的 就特别疏远的那种感觉 那说明你成长很快 这不是说人五年细胞全换一次吗 那可能五年之后 是不是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一定的 所以为什么自我这个概念是假的 是幻想的 就没有什么证据表明 那个你还是今天的这个你 我的感受有点不一样 我就翻 有时候我那个 就是我高中啊 刚毕业以后看的那些书 我在那个书的飞页上做了很多笔记 我现在在看那些书 看那些笔记啊 飞页上做那些笔记 我突然发现我没什么进步 我都不相信那是我那个年龄写的 十八九岁写的 你觉得那是我写的吗 我那时候能写出这么 这么好的 对 我就觉得既简练又特别准 但是我就突然觉得我没进步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越老又糊涂了 对 所以就是每个人可能感受不太一样 那个时候 你们现在跟父母亲的关系怎么样 我觉得因人而异吧 我跟我父母关系还算可以吧 但是不是说独生子女吗 感觉成年人 你永远也不能真的理解我 肯定是的 但是我的父母还属于就比较开放的 然后比如说那个 我有一段时间那个 我老在家就开巨大的音响 然后那个边听音响才能写下去作业 然后我妈也就容忍住了 然后有的时候我听一些东西 她还知道 然后她还喜欢 我记得有一次 我有一个朋友到我们家来 我们就在那弹琴唱歌 然后我妈听 就是Radio Hand吧 你妈还挺新潮的 对 然后就是可能我老放 她就潜移默化的会有影响 我觉得就是 比如说我放的音乐 并不是说那个她不喜欢 只不过她 她接手她有一个过程 这什么东西 让她老听到这种音乐 那你现在觉得像你们 有什么焦虑的地方吗 太多了 最主要的是什么 最主要的是各个方面的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特别很盲然 因为太容易了 可能吧 是喝起来而已 Jeff underneath